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给你个交代的 我相信你 这么说千炳炎欠债是真 那温婉威胁青莲雪也是真了 但我想不明白的是 那个药里怎么会没有毒呢 莫非是就千炳炎的时候 走漏了消息 所以她临时把药给换了 雪小姐 我们共事这么久 你是不是可以相信我 如果你相信我 你出了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告诉我 这样我可以想办法 我们一起来解决 大飞人我对不起你 大飞人我对不起你 什么 我 我昨天晚上动了歪心思 差点拿走后学堂所有的钱 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需要用很多钱啊 我我弟弟 我弟弟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到了海房 他还说 欠下了很多钱 他们要让我在三日之内必须得还上 不然的话 就会把我弟弟 对不起大夫人 我知道了 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大夫人 这样 耗水塘的钱你先都拿去用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再想办法凑 总而言之 先把你弟弟救出来再说 好吗 谢谢大夫人 你呀 以后有了这种事情 你能不能第一时间告诉我 对了 还有一件很蹊跷的事 昨天我去耗雪堂的时候是半夜 但是不知为何 却遇到了温姨娘 温姨娘 对 温姨娘还说要替我保密 就是让我在日后 必须要帮她完成一件事情 温姨娘半夜出现在耗雪堂 还恰巧撞到你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这样 你先同意她的要求 然后 你看看她究竟想让你做什么 我们 我们可以去找秦义贤帮忙 让她先把你弟弟赎出来 确保她的安全 谢谢大夫人 雪小姐 我希望日后 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困难 你都能想到我 我一定会跟你一起来面对 真不知道她后面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会派人盯着她 还有 之前耗雪堂仓库失火一事 可能也与她有关 什么 你有线索了 暂时还没有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明真相 给你个交代的 我相信你